世俗 各位常駐师父 各位联友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晚上呢 请卢贵英 卢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卢老师呢 他有大概数十年的辅导的经验 像家庭的当中的成员之间的关系啊 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问题 或者是你的亲友有这方面的问题 但是呢 可能他还不想学佛啊 或者是说他还不想接触 感觉上有宗教的这方面的关系的话呢 也许卢老师曾经讲过 他很愿意播出自己多余的时间 来提供给需要的人 那我不知道他今天要说什么 那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卢老师 诸佛菩萨 佛华隆天 师叔 诸位常駐师父 各位联友 还有在座跟我们一起共修 我们可能看不见他们的个性历代中青 祖先以及所有一切众生散之士 大家晚安 大家好 阿弥陀佛 今天中午 林老师端出一盘大餐 来供养大家 那我今天晚上 准备端出几盘小菜 来跟大家分享 在不久前 我在一个很臭巧的机会 刚好转电视 转到好像是一个宗教性的节目 刚好看到连续两个人 那是一个基督教的节目 然后连续两个女众在分享 很奇怪哦 他们说的很类似 大致说起来 他们表达一个想法 他们两个都是从佛教徒变成基督徒 那为什么他们要 夸过去 他们的理由是 做佛教徒太辛苦了 动不动就是你业障 你造孽 下地狱 他说现在我们信基督教 多快乐 在这个教会里面 唱圣歌 那每一个礼拜聚会 兄弟姐妹 这样开心 然后呢 上帝呢 无论如何 都会呢 让我们呢 上天堂 充满希望 不像佛教徒 感觉太沉重 这样 这样的想法 你们有人听过吗 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过 而且是出自原来是佛教徒 的口中 那我后来想一想 是这样吗 那后来我真的仔细想一想 不是只有转成基督徒的人 这样讲 目前还是佛教徒的人 也有不少人这样想 就说 学佛很辛苦 有那么多戒律 这个不能 那个不能 然后如何如何 然后业障很重 消业障什么的 每天呢 功课做不完 所以我看到好多 佛教徒 就笑容都不见了 就忘记 原来的笑脸是什么 都感觉上是忧愁啊 那我就在想 假如我们学佛的人 给人家看到的都是不会笑的脸啊 这样人家怎么敢跟我们学佛 学完佛都变成这样子 不开心 我们可以开心吗 可以开心 所以一直不开心的人 或者是觉得学佛好苦的人呢 我觉得包括那个夸到基督教去的人 他们肯定 我觉得是大误会 当然佛陀 跟我们讲很多苦啊 人生很苦 那苦的真相 讲了很多 可是那不是 佛陀要说法的目的 佛陀是先说我们很苦 然后真正的重点是怎么离苦 这是佛法的重点 但是很多人停留在前半部 就觉得好苦 可是佛陀有教我们很多 离苦的智慧 我们忘记 还是没听懂 还是没听到 只有听一半 都有可能 所以 我今天晚上啊 就很想跟大家分享 一点点 我说是小菜啦 一点点我个人喔 就是学佛之后 怎么样可以开心啊 你们大概看见我 常常都是笑脸啊 那不是装出来了 就是这样笑啊 那人为什么能笑 就是他的内心没有负担 没有太沉重的 所以我大概很简单 我提几点 其实这几点啊 老生常谈啊 很简单 但是你如果真的不去 克服 就不简单 我要说的就是 少牵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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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不在意 这样两个 对不对 还有一个呢 多感恩 三个 这样是不是很简单 三盘小菜 那当然了 最后我可能会提啊 要忏悔 要改过 但是因为忏悔喔 我们长期来 包括师父 包括很多联友 都分享了非常多 非常多 包括我也曾经在这里 分享过很多 忏悔的要点 其实这个要点 如果没有抓住 忏悔真的没有什么效果啊 我们会忏悔错误 那我们的冤亲在主 他不领情 可是因为时间很有限 因此呢 过去说过的那些要点 我今天就不再重复了 那至于怎么改过 我也稍微讲一下 所以大概晚上 我要讲这些东西 那么我就以下呢 就一点一点 来讲几个小故事 那第一个 就是少牵挂 三个字而已呢 那大家牵挂不牵挂 很牵挂对不对 每天牵挂不停的呢 上一分钟才告诉自己 不要牵挂 下一分钟 马上一堆又来了 我是说少牵挂 我不敢说不牵挂 因为我们是凡夫啦 牵挂是我们的习气嘛 就背在身上好多东西啊 所以我说少牵挂 就是我们好像不能不牵挂啦 不敢苛求 包括我自己都不可能 怎么讲不可能 比如说今天中午 林老师不是讲吗 他为了今天中午要分享 所以呢 分享之前的那两只箱 都浪费了 因为他一直在想他要讲什么 他说那个中国大陆来的 都讲得那么好 我们也不能丢脸 中午林老师是这样讲的 所以他也牵挂了两只箱 那我能更惨 我是昨天中午 大约中午 是跟林老师两个人同时 被师父交代 要在今天中午跟晚上分享的 那他功力比较好呢 他只有今天早上 两只箱牵挂 我从昨天中午一直牵挂到今天 现在 刚刚那个念粉 念了一般好 跑去上厕所 那就是很紧张啦 这个就是牵挂 那比如说 每次法会啦 每次法会 包括我自己的团体 我在讲课的时候 只要时间 差不多到要接孩子的时间 哇 很多妈妈坐立不安 那是不得不牵挂嘛 因为要接小孩 可是呢 在我们的法会呢 有意思哦 我常常 看到妈妈 手机拿起来 就是中午中间休息的时间啦 很抱歉 我刚刚忘记打一个招呼 因为我们在座 明阳两重 有的会听台语 有的会听华语 所以 我究竟要讲哪一种呢 很为难嘛 所以我会 参加讲 讲一些台语 讲一点国语 那所以 如果包括四楼 有一些老菩萨 或者是在座 比如说 我说成那种语言 你刚好这边听懂 那我就要请你们见谅 好不好 就尝试着 听啦 听多少就算多少 因为这也不是 我不是说了多好 只是经验分享而已啦 那如果 因为常常四楼 因为我这一次 法会是顾四楼 所以我每天都在四楼 听开示 有时候 我不晓得是音响的关系 还是怎么样 四楼都不清楚 所以我请四楼的 这一次跟我合作的 陈老师 我们两个是志工 如果楼上有老菩萨 或者是有其他的联友 在说 陈老师的工赛 都听不着 那你给我 给我举个手 好不好 那 好 刚刚讲到说 这个法会 我今天 今天才有听到 很新鲜的 的例子 一个妈妈 休息时间 手机拿起来 叫他孩子的名字 叫之后就说 你们爸 今天有在你学校吗 你迟到了没有 就有人在这里 参加法会 但是他牵挂孩子 到底他的爸爸 有没有在他去上学 可见平常是妈妈在 可是他 现在来在这里 可能就爸爸要接这个工作 他也是不放心 还是牵挂 人在这里 心在家里 还问说 你们爸有在你 你都找不到 你有贴得不到 有没有迟到 这样 这种牵挂 真是 我们 我们牵挂太多事情 包括我 就是说 昨天说要来这里讲 我就牵挂一整天到现在 不过我 我真的是牵挂 怎么样呢 我是一直牵挂说 哎呀 我到底要讲什么 可以来好好的供养大家 让大家听了 能入心 而且能够能够用 能够在你每天 真的能够用 所以我就在想要讲什么 最好多讲一点故事 然后就在那里想 我曾经经历过什么 故事 这样 好 那 说到这个牵挂呢 我自己之前也是超会牵挂的 最近这几年好多了 之前呢 牵挂 基本上我们牵挂 至亲至爱嘛 牵挂很多事 可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牵挂我们的家人 同修 小孩 不管他多大 还是牵挂 比如说我的孩子现在 应该是要结婚了 没有结婚 跟我同年龄的 比如说林老师 会到来说你做阿公 那我家两个女儿 没有结婚 牵挂吗 很怪哦 这几年我完全不牵挂 人生的路 你要怎么选择 因为为什么 我会比较不牵挂 这两个女儿呢 因为她们从很小 大概幼稚园吧 一直让我在师父身边 能人寺 这个极光寺 进进出出 所以基本上他们学活也很久了 所以关于人生的大事 我相信 他们不会走得太偏 他们会有自己的想法 绝对不是盲虫 所以我比较不牵挂 可是以前 就是功夫没有这么深 还是很牵挂 而且都是牵挂一些 芝麻绿豆大的呢 你们知道牵挂到什么吗 比如说有时候 我们全家去旅行啊 去住那个饭店 那饭店是不是都会付早餐 那那个早餐都很丰富 对不对 什么种菜都有 然后这两个女儿啊 因为她们平常忙啊 或是功课忙 都不能自然醒啊 那出来旅游 当然自然醒啊 好不容易可以睡个饱啊 所以她们宁可不吃早餐 那我跟孩子的爸爸两个人呢 因为付钱的人啊 就说这早餐很贵耶 你们就要睡觉不吃哦 这多可惜 然后想一想 不行 用电话call call到房间 你是起来的吗 早餐的时间 人家要收我呢 一直吹啦 她还是说 好啦好啦 我们赶快去啦 那他们已经说 要赶快来了 不是就好了吗 还牵挂吗 如果你们呢 你们就不牵挂了吗 还会耶 怎么牵 一直看那个门口啊 看进来没有 进来没有 进来没有 边看进来没有 边看钟 还有二十分钟 十分钟 人家要收了 你们来要吃什么 这种是不是很小的事啊 现在的人饿个两天 都没问题嘛 对不对 为什么一餐没吃 我们做父母的要这样 这个就过去 不习 所以就苦恼一大堆 没有苦恼什么大事 就是儿女这种小事 反而现在他们结不结婚 将来生不生小孩 这比较大的事咯 我一点都不牵挂了 因为已经学好了 学好不牵挂 尽量不牵挂 那可是呢 在之前啊 我牵挂我的同修好久 她呢 她的脚步很慢 跟得很慢 然后呢 又不太容易让我带来极光寺 所以各位你有一定会想 卢老师怎么 大小好味都看到她 潮山也看到她 就没看过她同修 有啦 那天招请她有来 可是很多人根本不知道 她是我同修啊 因为她太少出现了 她就是用她的方法啦 那我就很着急啊 我说学活这么好 人家业障 你们业障都 你业障那么重 还不快点来 这种事情我牵挂很久呢 那一牵挂就怎么样 就失去理性 软的啦 硬的啦 恩威病用啊什么 就像教小孩这样 所以呢 那个二姑啊 二姑昨天说啊 说他昨天 他昨天不是说啊 对他先生啊 怎样怎样怎样 我听一听 好像我都有耶 真的惭愧死了 那个时候就是心急啊 就是用了不得当的方法 师父怎么讲我 我都听不懂耶 师父说啊 闺女不要这样啦 你要等她啦 我就想说 我几回了呢 我靠我多个等你 我再等了 我们七八十回了 七八十回我是没想到想 我就靠两地去啦 我没听懂 我没听懂 师父说 叫我等他 原来呢 我后来才懂了 所以后来有一次善知识 出来跟我说 你哦 我跟你讲啊 很准耶 他怎么知道 我再牵挂他了 那个善知识 被戒的师姐 其实并不是很了解 我说我同修这种状况啊 他就说你哦 你就牵挂一个人 我看你就其实不太牵挂什么事 你就牵挂一个人 就是说我同修 他说你 你哦 没有用啊 他跟我讲 你没用的 好 他说你哦 你只要把你身为佛教徒 该做的 都做好了 这样就好了 其他的哦 你统统不要管 我一听 哦 我有反弹了 他是我自亲耶 我自爱的耶 他受苦 我怎么可以不管 我不知道是不是很多人 也都这样想啊 叫我怎么放下 他是我先生耶 我小孩耶 我爸爸 我妈妈耶 怎么放下 我当时也是没听懂啊 当时我不敢回嘴啦 我就说哼哼 知道知道 可是我回去就一直想这句话 他问我啊 他说 要不然我问你啊 你有办法吗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已经这样做 一直这样做 一直这样做 这样牵挂 这样担心 这样吹 这样逼 已经几十年了 有改善吗 他问我这样耶 果然是没改善啊 我后来想一想 真的是没改善 那他要问我 你有办法吗 我想一想 没办法要想办法啊 要不然对 对亲的人 怎么能不想办法呢 可是想多少办法啊 有效吗 没效 没有效 像这个法会 他就是来招请一下 跟我以前一样啦 以前师父都说 我有始有终啊 就是招请那一天来 然后最后一天再来 叫有始有终 他现在就是我以前 那个样子 所以我以前 走过的路嘛 我现在回头看他 我为什么一直 一直逼他啊 以前没有人逼我耶 所以我想 我逼他 他一定也觉得很苦哦 因为以前没有人逼我 所以我没有那种感受 不知道啦 我是很顺着自然 这样走到今天 可是后来对于 善知识讲的那些话 我一再的主角 一再的想 我要想出一个道理 为什么这样讲 我后来真的想通了耶 你们知道我想通什么吗 我后来真的想通 所以我现在要把 我想通的道理 分享给大家 如果你们也跟我一样 说不定就可以记起来 我想通了什么 第一点我想通的就是 个人有个人的因缘果报 地藏菩萨本愿经说 怎么样 其路个别 有没有 纵然相逢 无肯待手 父子自亲 其路个别 这世人都亲的 王生之后都走不走路 无肯待手 就是根本不可能 不可能待手 该自己受就要受 因为如果你付出多少 那就收成多少 这是很自然的因果道理 所以我们只能管 我们个人的因果业长 连自己的小孩 自己的先生 谁谁谁 我们一个也管不了 因为管不到 因为 因为运亲在主 就运有头 债有主 是找当事人 不是找关心他的人 找召集他的人 他不会找那些人 他就找当事人 所以我们有办法吗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然后第二点 为什么我又想通 不要牵挂 我后来真的 突然 好像那个 那个店打开 突然想出一个想法 就说 尤其昨天特别听到 那个二姑王 讲说他对先生 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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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些东西 我之前都想过 我就想我何能何得 你看师父 度人多容易 对不对 度人吃素 多容易 度幽民众生 也那么容易 为什么 因为师父有大愿 他有得恨 我什么也没有 所以我连自己最亲的人 我根本都度不了 有时候我就想说 我在我的团体 或者是我去讲课 讲到那个亲职教育 说我们也许可以 怎么改怎么做 很多父母都会听 然后都真的会做 然后会回馈给我说 有效什么有效 可是我自己最亲 我度不了 先生是最亲的人 也是最爱我的人 度不了 我不止 没有得恨 我毛病一大堆 师父一直叫我们 反省反省反省 然后要公开 发入忏悔 就没有面子问题了 比如说 我 指高气昂 很傲慢 在先生面前 很傲慢 因为我当老师当管了 有时候讲话 得理不饶人 好像在训学生这样 一点都不客气 不留余地 又很顽固 自以为是 真的好刚强 所以以前我都觉得说 你看吧 我就是有道理 不然你看都不会饮 人们不会饮 是不爱给你饮 觉得你骨气 这么顽固 要给你饮什么 饮你也不会听 我们 还得意忘形 说就是我有道理 你看我说了 你都不能回口 我记得很久之前 我的女儿 跟我讲一句话 她说 妈 我看来看去 一个没有赚钱的人 在一个有赚钱的人 面前可以那么大声 就说 说话都大声 又有自信 可能给你一个而已 突然醒过来 我这一生 除了当妈妈之前 教了五年书 之后就没教了 还好没有赔到 没有赔到工费 因为我是师范大学 本来应该赔工费 可是后来不知道 为什么政府说不用 所以我还没有赔到工费 接着就没有教了 这一生 我只赚了五年的钱 所以现在就是说 那个年改 什么年金 什么教师 什么公务员 都在抗争 我没有什么抗争的余地 因为我根本没有 领到什么钱 什么退休金也都没有 我后来就 当妈妈就辞职了 我自动辞职 教五年书 所以女儿跟我讲说 不贪钱的人 在那里有贪钱的人 头前 说话又有这么大声 你一个而已 我突然醒过来 说真的自己超过分的 所以各位想 就是说身为一个太太 一个女性 这副德性 你说佛法多好 师父多 多慈悲 多有愿力 从我嘴巴讲出来 根本毫无那个 说服力 他一定想说 你自己下这个德性 要叫我怎么对 要怎么听 我把这个想通了 我就拼命改 拼命改 拼命改 改了几年 现在真的是改 当然应该还 习气还很重 可是我觉得 哇 他反而变得很好 他只动 主动拜佛 什么 会做了 虽然速度还是慢 但是我愿意尊重他 就是说要我等他 就是等他的因缘 这样 不是说叫我不修行 等他 然后一起来修行 不是那个意思 以前我误会了 我现在这种 好像知道了 知道了 所以这个是牵挂 所以请大家 如果你还在牵挂 家人不学佛 谁如何 孩子 怎样 请记住我刚刚说的故事 三字诗跟我讲的 你把自己的 事情做得好 其他你都不用管 这样就对了 因为你没那么多管 别傻了 别傻了 法生师傅提醒我 国语怎么讲 别傻了 别傻了 三字诗讲的话 国语怎么讲 三字诗讲的话 国语怎么讲 三字诗说 你只要把你作为佛弟子 该做的事 该做的本分 好好做好 这样就好了 其他你通通不要管 你别傻了 要不然你有办法吗 哇 这是多么直白的话 还好是三字诗讲的 我还怕三分 要不然如果一般人讲 我就给他顶回去 你看我这个傲慢 可是后来呢 仔细想仔细想 想通之后 就改了 就要改 就要改 所以我同兄 最近几年常跟我讲一句话 他说我感觉越好名 我说你怎么好名 他说你现在都不能管我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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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女众年友 我们少管他 他就觉得好命了 我们太爱管了 太唠叨了 其实怎么管 已经五六十岁了 怎么管 根本不会改 所以少管 我想通就很轻松了 所以现在呢 在我的家呢 轻松到什么地步 比如说以前啊 我若要来法会 七天或是五天 凉黄餐那种五天 我会把七天五天的 那个餐的份 都弄起来 然后你们就随便 你们看哪一天想吃什么 你们自己去吃 就觉得说 你们就没摇到 我真的很傻 你那怎么会饿到啊 现在三家坡 我们都一间 什么餐馆 什么小吃店 我们就是这样 搭很多 很牵挂 很负担 就对了 我现在不是了 现在 现在要来 就跟他们说 把两个女儿跟先生说 妈妈走了 互不牵挂 互不牵挂 妈妈互不牵挂 一个人轻松来 然后每天晚上要睡觉 我就跟他们三个说 时间到了 妈妈要去西方解乐世界了 他们就知道说我要睡了 然后结果说 好妈妈晚安 先说好惯喜嘛 先说好惯喜是不太好 后来我们真的乌生去 我们一直说我惯喜 我们可能真的会去乌生 去解乐世界 孩子还是我们的同胸 听乌生啊 听乌生啊 真的乌生 好啊 大家就在乌生 现在就是这样 就觉得轻松无比 这个学佛就轻松起来 轻松起来了 然后呢 第二点我说 不在意 我要说不在意 不是少在意 真的尽量不要 不要在意 以前我在意很多事 我很在意自己的形象啊 别人会说 卢老师课讲的好不好啊 表现好不好啊 能力好不好啊 外表老不老啊 之类的 多数人是不是都这样啊 而且甚至于有些还很在乎 人家 爱不爱我啊 那个 在不在乎我啊 我们都很在意 在意好多事啦 什么名利呢 更不要讲了 所以 我其实我这个白头发 白头发我是十年前 开始不染到现在 十年 就差不多是这样灰白了 可是十年之前 我好早就不想染头发了 因为师父一直讲 一直讲 就像劝吃素那样 不行啦 在那里子宫癌啦 什么 我常听常听 心里就是想 不染了 不染了不染了不染了 可是呢 就没有去行动 哪怕哪里 边怕边染 还是又隔了很多年 一直到十年前 有一次法真事物 说了一句话 我决心就是不染了 然后我有征求 家人的同意 因为呢 在那更早的时候呢 我很早就不想染的时候 我的同修说 不要啦 你要不要这么老的 你也不然你 一个头发那样白 你的面子没那么老 你看他不搭啦 他大概不喜欢我白头发 他就讲各种理由啦 所以那个时候 我还在乎 我很在乎啦 就是说 我们其实不在意很多事 可是要在意 家人的感受啦 孩子倒是 没有什么 觉得不好 可是同修认为 不要那么早 不要那么早 把他放白啦 所以我又 拖了好多年 一直到十年前 我就跟他说 我现在可以 不要你了 人法神师傅 说我做什么 要就说 好来好来 买腻腻腻腻啦 不要腻就不要腻啦 开始就放着 就不染 十年 然后这一次来 就是十年后的今天 好多人就看到我说 陆老师 你这套门怎么变了呢 就 你看这好短啊 这么短的意思就是 不烫啦 不烫了 好 可是这不烫也想十年耶 好 你看我们在意 那么多事情 光是不烫头发 不染头发 就要费那么多人生 多少岁月 浪费掉 就没有做 我当初不染头发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联友 一个男众联友 跟我说 陆老师 我老婆 听说 看到你不染头发 她也想要学不染 可是 倒不掉耶 她说差不多 半年 就背 一直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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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 她两个夫妻出去啦 去迎账还是怎样 结果 让人说 她是她兄弟啦 好 这样不要倒不掉了 还继续跟她拎 没办法 你们知道吗 我不染头发之后 闹了多少笑话呢 我同修变成我儿子啦 卢桂女变成我女儿啦 沾泽君 沾泽雅变成我孙儿啦 而且都是真的很多场合 有一次我去买菜 然后我同修呢 就去开车去接我 然后那个卖菜 那个阿桑呢 看我同修一下说 哦 现在还有这么幽默的年轻的呀 我还带老母菜还买菜 所以呢 你看 我能够把它当成笑话 这样的分享给大家 表示我真的 一点都不在意 因为我看看啦 很轻松耶 很轻松 然后这一次也是啊 他们也说 妈妈你一直 黏黏黏顾 说电头发很麻烦的啦 电头发伤头皮啦 好啦妈妈 不然你加一个很多头发 都不用电了呢 他们三个同意 我开心了 我就去剪了 然后来呢 来了第二天 好像有一个师姐 看到我这个头发 她跟我说 卢老师 哎呦 你剪这样了 我不久前呢 我这个头发刚刚烫耶 我是怎么烫的呢 我是拿那个妙音啦 因为我觉得你那个 照片的头发 烫得很漂亮 那个发型很不错 我就拿去给那个 抗法师跟他说 能不能帮我 弄成这个发型 然后呢 那个 那个 那个设计师 就给我烫成这样 我觉得我这样不好看 然后他说 他说 可是我才这样子而已 你现在又变成这样了 所以有一些行生 有些行生 我们现在这个 三楼内户的志工 几位都是 我们团体的志工妈妈 他们会跟我讲说 老师 多开心 刚刚开始要选你 不染法而已 现在你又不烫法了 我们追不上 其实是因为 我觉得岁月不多 岁月不多 剩下的日子 我希望 绳子一根一根抽掉 我希望这样 因为只有这样子 我学佛才能够更专注 否则又牵挂又在意 很难 因为分掉太多心 时间 体力 还有金钱 胖头啊 人头啊 都不便宜 太麻烦 所以这个是 就是 讲不在意 尽量 尽量不要在意 看大家能不能做得到 所以我觉得 你们要 如果要这样的话 要像我这样够狠啊 对自己够狠 就是 报备啦 把他够抵 我以前就听师父讲过 师父之前 长头发你们知道吗 我还看过那个照片 哇 长发飘逸耶师父 你们可以想象吗 长头发的师父 我们上人啊 我还看过那张照片 法院师父拿给我看的 一张这个长发飘逸的女孩 师父就跟我讲过 他说 以前留长头发 很麻烦 因为师父也是很年轻 就学佛嘛 跟我们一样嘛 去很多道场参加法会啊 干嘛 都是要跟 跟大众一起 一起 一起住疗房 他说 人家那个疫情谷 哇 都跑 很快的 师父都 都离开疗房了 唯有他 一头长头发 还这么慢慢 因为有时候打结啊 干嘛 输啊 然后还要绑啊 因为不能放下来 披头散碗也不好 光是弄了头发 就弄很久 有时候群骨了 人还没有到 师父讲过这个故事 我以前不太能体会 我想输个头发 有什么困难吗 怎么要弄那么久呢 我现在才 因为有比较过 我之前有烫 跟现在的样子 我才会比较出来说 哇 我现在父母会来讲 睡一会儿 不用吹 很简单 亲丧 这个叫 不在意就自在了 不牵挂呢 就放下了 这放下跟自在 不是佛法 离苦得乐的智慧嘛 就是小事而已啊 没有多大的事啊 佛陀就是 叫我们这样而已 那当然最后一个感恩 感恩 我要感恩的 我要感恩就是说 我从那个三楼的大殿 的那个内户的统筹人 交棒以后 没事做啦 就没做自工 因为新的一代 都接棒过去 那 很奇怪哦 不做这个自工之后啊 哇 问题一大堆耶 咳嗽啦 什么 因为我之前哦 每一年至少要一到两次 那种天翻地覆的那种大咳嗽 尤其是每次到法会的时候 佛妻特别 还有时候咳到一半哦 没办法了 开车回高雄 看医生 然后再回来 严重到这样子 可是我开始 十几年前 开始做内户 一次都没发生过 就好像就 就自己好了 然后开始呢 交棒之后呢 很开心啊 以为说 我中文可以哦 念佛啊什么 不必牵挂 我就可以跟大众这样 绕佛念佛专注的来 来这样做 不行 开始又咳嗽了 又问题又来了 每次法会问题又来了 我就跟师父说 师父我开始不可以做工作 那我很感谢啦 感谢法生师父 还有法治师父 他们两位啊 因为都跟我们这个 大殿很多事有关 所以呢 就派工作给我 所以呢 我从卸任到现在 大概四年了 四年有了 我做过很多种 很多种志工的工作 比如说 做机动志工 什么叫机动志工 就是哪一个店 缺哪一个局部的工作 我就去贴 这种叫 这种叫机动志工 很好玩 有年有跟我说 老师 你这样大财小用 好像说 我从一个统筹人退下来 怎么做那个 塞旁的 就是塞那个缝的 哪里有缺了 我就去补那种 说我大财小用 我觉得 大大的误会 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说来惭愧了 做了将近十年的 内户统筹人 每一个局部 我都不会做 我只有负责把 这些人啊 这些年轻人 心苦掉 这样而已 其他我都不在做局部的工作 都他们在做 他们都很厉害 因为这些人 有博士 有硕士 大学毕业的很多 然后呢 工作都 非常棒的 他们都很厉害 会规划 会发现问题 会想问题 所以我根本都不操心 什么事情都做得好 我都没做什么 所以我都没学到 然后呢 开始交棒之后 法神师傅 就是说 去做那个激动志工 我从头学啊 包括带位怎么带 从头学 这样对我来讲 有利没利啊 很有利 因为学习新东西 学习怎么服务 联友 以前我 好像没有做 虽然做那么久啊 可是 每一种工作 好像都没有做 然后呢 也做 这个功德堂 亲子区 现在要顾四楼 那我就非常感恩 比如说 今天顾四楼 好像说 我们好像在楼上 在照顾那些 这个身体不方便的 年纪大的 可是我真的 与其说 照顾他们 他们照顾我 他们会帮我关窗户 然后我如果忽略掉 一些什么东西 他们提醒我 而且你知道 这些老餐 都八十几岁七十几岁的人 每一支箱都很准时 前面三排都是穿海青 在楼上是可以不穿的 他们都穿海青 三排都坐得满满的 好好的坐在那边 还有一个老菩萨 挂了净雨 一句话都没讲过 还有几个老人家 住着拐杖 每一支箱绕活都没有缺 还有一个年轻的女孩 他拿着一根 那个四脚的那个杖 好像是有点中风 手脚不方便 他走路都要拿着那根杖 可是绕佛的时候 他那根杖就丢着 他就一步这样拖 这样拖 每一支箱都跟着绕佛 从头绕到尾 看到这样 我难道不感恩吗 我都还很健康 而且年纪还没有那么大 人家都那么用功 那么拼命 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这很感恩 那是以志工的角度来看 那如果各位在座 你们没有当志工 你们只是来 来参加法会的年友 你们可以怎么样感恩 我突然想 各位想 你看我来到极光寺 要上厕所 卫生纸一拿就有 对不对 上完厕所要洗手 水龙头一开 水就来 肚子饿了 要吃饭 一进去 碗筷什么都有 菜都有 洗澡 要洗澡 热水都有 再晚 师父们都等着我们洗澡 这样就感恩 所以如果我们每一支箱 或每一天 今天是第六天 如果你心情不好 什么什么的 你想到这个 看我们自己福报大不大 福报这么大 就不要苦恼了 其他的都 说了过去 抵消 都说了过去 那除了 除了我刚说的 这几点之外呢 最后 我要说忏悔 那因为忏悔 我今天不多说 因为 已经说太多了 可是我要说一条 忏悔的业障 在座如果有养小狗的连友 我要说这个故事给大家听 这是我自己的亲友 亲生的一个故事 我这个亲友本身呢 他有兽医的执照 但是他没有开 他没有开诊 他没有开兽医院 他卖那个兽医药 他卖兽医药 他是药商 然后夫妻两个 是我的一个亲戚 他们养一只好大的狗 好像养狗好大 很漂亮哦 他也很小 很小这只狗 疼这个狗 有一天啊 这个先生啊 要去花莲出差 那个时候老婆呢 怀孕 他就说 那这次出差 我带你去玩 让肚子里面的小孩 也开心开心 然后就带老婆出去玩 然后出去玩的时候呢 他 因为他怕那只狗 他们那个房子是独洞的 独洞的 他怕那只狗 就跑走了 因此呢 他就把他拴 锁起来 拴着 拴在那个顶楼 家盖有一个顶楼 就拴在那边 拴完了之后 隔天去出差 他忘记交代 其他的家人 所以其他家人 根本不知道 顶楼有一只狗 被拴在那里 出差了三天回来 狗死了 好大的狗 不是小狗 死了 而且死得多凄惨 他整个脖子 就被那个练啊 他可能口渴啦 肚子饿啦 想要挣脱 可是挣脱不开啊 整个都皮开肉绽 你看他死得多惨 后来有一次他出来 那只狗叫姬米 我是为什么会知道 有这件事情呢 是因为呢 这个亲戚呢 我刚刚不是讲 他老婆怀孕吗 生出来的小孩啊 怪怪的 怪怪的 然后哭不停 然后呢 到一岁 两岁 三岁 越怪 那每次去我家 也不知道为什么 不跟其他人玩 然后呢 拿了好几把椅子围起来 自己就躲在里面 躲两个钟头 三个钟头 都躲在那边 那我就想 这个应该有问题 所以有一次我就 找他妈妈带这个孩子 来见师父 那个时候在能人寺 处理了 结果是 那只姬米啊 跑到妈妈肚子里面去了 所以那个孩子 就是那个姬米啊 哦 我一听哦 哦 很痛苦啊 很痛苦啊 可是他先生 怎样都不相信 所知葬啊 他说我是兽医 你们在跟我讲什么 他说有什么 有这种事情 因为他是兽医啊 他不听 也不忏悔 后来啊 我真的是很不忍心 我就为那只小狗啊 在那个能人寺啊 立一个永久牌位啊 那今天呢 我因为要讲这个 我突然想起来 哎 那姬米那个永久牌位 为什么我在读书文 没有读到他 难道是从那个能人寺 没有搬过来吗 那个牌位没搬过来吗 但是因为师父们 大家都在忙 我又不敢去 请他们帮我查 所以我就 想好 那我就 因为一直牵挂 所以我就写一只牌位 机密小狗 那请他来 所以各位 养狗 养狗 养猫啊 都是宠物嘛 可是人家明明有他的 六道的畜生道 为什么我们要把他 变成我的宠物呢 他应该在他的道啊 我们没有尊重这个生命 应该在他的生态里面 我们就是要把他抓来 变成我的宠物 乖乖听话的时候 好好的 没问题 疼到 如果开始在皮肤变 还是不听你的话的时候 踹一脚 要不然就把他放生 让他去四个流龙 变成流浪狗 那个狗 所以有一次 有一次也是那个小孩 又去到能人寺 刚好那天呢 有一个日本 来自日本的一个男众 他的眼睛也是看得到的 那种体质啊 那个孩子走过他的前面 他跟师父说 他跟师父说 师父这个这个 他指他 然后他不会讲 他用那个 他用了一张白纸写 写两个字叫 英努 英努是不是狗 所以那个人看到 我那个 我那个亲戚 那个孩子 就是狗 就是那一只狗 他看得到 我们看到是一个孩子 可是先生 不忏悔啊 不认错啊 他不相信 不信有这个因果 结果这个 那个时候啊 师父就很 很着急 他就跟我说 桂英我跟你讲 那个 我们人的 比如说人的手啊 你用一条绳子 捆他 如果捆他一天 拿掉 是不是那个痕迹 就很少 可是你如果 一捆一年 或者是十年 或者是二十年 三十年 那个痕迹就去不掉了 所以这个孩子 现在已经三十几岁了 就还是不能恢复 正常人的生活 就是那一念 他的父亲 不肯忏悔 然后要养人家 也不用心 不小心 所以在座 如果有养宠物 我实在 师父实在 不劝大家 养宠物 因为六道 各有归处 各有他们的生态 我们不应该 其实你把它做来 当宠物 就是不尊重 他的生命 基本上是这样 因为他应该 过他的生活 可是我们都把他 人物化 让他过人的生活 所以有一天 他不好的时候 你把他放走 他根本不能生存 因为他已经失去 他的本性了 本来的习性 这是一个业障的故事 然后我要再说了 除了忏悔之外 要改过 要不然呢 新秧又不断地来 你不断地造 又不断地新 旧的还没有还 新的又来 所以虽然你刚刚 有听我分享 就是少牵挂 不在意 多感恩 都做了 可是你还是苦恼不断 为什么 因为那个业障牵残 你旧的还没消心的 又一直造 你没有改过 那习气没改掉 又一直造 你永远是不会不苦恼的 所以我昨天听法远师傅 法远师傅报告 今天早上 有没有 说每一餐 是不是要用餐的时候 出班请大家快去吃 因为行堂有师傅 有志工 都 他们有时间的焦虑 他们要赶八点 要来进大殿 所以呢 为了等待要吃慢的 或者动作比较慢的 或者晚去吃的 他们都时间很焦虑 我听一听 我真的很惭愧 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因为我常想说 我现在做我的事好了 就先去收贡品啊 做什么 先去弄那些 然后我自己本身吃饭又很慢 所以又慢到 然后吃饭又慢 那搞到最后都是剩下最后几个 我都是其中的一个 所以呢 我昨天早上听完 今天早上 听完法远师傅报告这样以后呢 我立刻就改 所以呢 今天的三餐 我都不是最后的那几个 立刻改 师傅说要改就立刻改 乖乖听话 那时间拖很晚了 真的很抱歉 谢谢大家的聆听 谢谢阿弥陀佛 我们谢谢卢老师的分享 少牵挂 不在意 多感恩 勤忏悔 还有什么 立刻改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等于磨刀 伍直接作用